看起来在这个地缘政治当中 现在是一个在升高的态势 这个升高态势 现在已经跟实体战争没什么两样了 各位财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 这一周当中大家可以感受到 尤其在这个礼拜二 台湾刚刚过完国庆日 那么在股市开盘 台积电大幅的下滑 那么它的股价当天大跌36块半 台股加权指数大跌了596.25 那么这个是在这些年当中 大家所感受到台股非常肃杀的一天 那么这个肃杀的一天 我们把整个源头追本授言一下 国庆日之前 美国哥伦比亚的广播电台 他派出了最知识的记者 他的名字叫西斯利塔尔 专程来台访问 包括李喜明跟张忠谋董事长 那么提到台积电的系顿 在地缘政治当中的角色 张董事长特别提到 他说如果那个人 他重视经济福祉 那么他不会伤害台积电 那他说如果那个人要统一台湾呢 那大家会一时计粉 一切都化为乌有 这个话出来之后呢 当然也把地缘政治当中的半导体的紧张情势 让大家感觉到特别的肃杀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呢 在张董事长接受访问 谈到这个关键的时候 那么在一个多月之前 美国在晶片法案出来之前呢 刘德云董事长 他也接受CNN的访问啊 这个是在佩洛西来台之前 他说如果中国换台 世界秩序将崩坏 这当中啊 他不断的引经据点 让大家也感受到台湾在地缘政治当中 所特别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把这两个人的谈话呢 连结出来之后呢 蔡英文总统在国庆日的讲话当中啊 他也特别提到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竞争的优势 他在于高度成熟的产业的剧肉 跟独特的商业的模式 这当中大家可以慢慢可以看到 在地缘政治的发展当中 他已经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美中的角力现在不断的在升高 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新闻 他说外媒指出啊 如果中国换台 华盛顿呢会派最后一台飞机呢 把台积电的工程师啊 撤离啊 这个话 当然会让大家感觉到高度的敏感 那同时呢 经济部后来回应 他说台海不安啊 中国也将智商 大家把这样的一个 双方互相回应的态势来看 最近大家可以感受到 半导体已经变成一个 在美中角力当中啊 重中之重的 产业杀戮的重点 这当中啊 我们看到如果 美国全面轰杀中国的半导体 这种叫做像地毯式的 轰手 那这个时候呢 英国的伦敦金融时报啊 特别提到 在美国的一连串的制裁之下呢 中国的晶片厂 会被打回石器时代 美国足起的高阶晶片 销往中国 那中国会倒退十年 好 这个时候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几个重点 这一次 美国在晶片法案出炉之后呢 美中的角力呢 不断的在升高 我们先把这个过程当中 来稍微追本硕引一下 8月9号呢 拜登签署晶片法案 这当中上一次我们提过了 527亿直接补贴 240亿是租税奖励 2000亿呢 是重点投资 AI跟机器人量子科学的 先进制程的晶片 这当中也包括 未来十年啊 接受补贴的企业 不得到中国投资 第二点呢 是中国的限制啊 做设备制程 从28奈米以下的承受制程 全部都内管 同时美国要扶持 加大力道在美国本地的 制造业的生根 第二个呢 美国在进行晶片法案的 四方晶片联盟 这个当中包括美国 韩国 日本跟台湾 现在看起来呢 台湾 日本跟美国 大概是连成一弃的 韩国是进退两难 但是在这两天 大家也可以看到 设备大厂KLA呢 现在也宣布 它的设备呢 不卖给 这个海力士的 记忆体的工厂 这种情况之下呢 韩国在险边站 困难的形势之下 如果被列为 这个跟中国同一个联盟 这个对未来南韩的 半导力产业呢 它也会带来 非常巨大的影响 这是第二个 我们看到的 晶片四方联盟 第三个呢 它限制EDA的 卖到中国 那EDA是 整个半导力生产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 电子化的一个组成 这个组成里面 包括电晶体的 GA FET的架构的 这个软体 同时也包括 可耐高温的 半导体的材料 氧化加跟 涡轮发动的 压力增益燃烧技术 这个是 缺滑这个技术 你就没有办法 往前进一步 现在它全部轰杀了 之后呢 我们再看到 对AMD的GPU跟AI晶片呢 它也全部轰杀 这个轰杀 当然也导致 现在我们看到 NVIDIA的股价呢 是大幅的下跌 这个跌幅 相当的猛烈跟惨壮 所以大家看到 NVIDIA的股价呢 从最高 346.47 到这两天啊 最低跌到 112.89 这个跌幅呢 大概已经达到 76%了 这个是美国 现在一年串了 对中国的杀戮 这个杀戮当中 这个礼拜 我们看到三个重点 第一个呢 美国直接宣布 高速运算经验呢 不得卖到中国 第二个呢 所有的相关的技术 不得输到中国 第三个 它同时限制 哪有美国附造的 不管什么人 都不得到中国的 半导体公司上班 这个时候 我想它管制了 一个是产品 一个管制了技术 第三个呢 连人才都管了 这个三道程序 下去之后呢 它当然对中国开始 形成一个高墙 这个高墙呢 现在伦敦金融时报讲 回到十七时代 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的 晶片大战当中呢 美国已经啊 所有力道都用尽了 那如果台海情势 没有降温的话呢 可能它还会 持续再往上走高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一轮当中啊 一方面呢 全世界的半导体股 都大幅的下滑 所以中国的半导体的 倒闭风潮呢 可能会更扩大 所以媒体讲到 晶片战呢 台湾的技术啊 很难复制 这个时候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中国的整个产业的发展 一方面 它要拼晶片自主 这个晶片自主 如果没有好的设备呢 看起来也很麻烦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看到 习近平认为 台湾发展半导体 那么顺畅 为什么中国发展不起来呢 最近他通通把 原来发展中国半导体的 紫光的一票人呢 全部都抓了 那这当中啊 看到现在中国晶片 相关的发展的人 大概都失联哦 所以这个情势看起来 美中的角力呢 已经到了没有退休的 低延战略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 实属战了 这个实属战 台湾会站在最关键的 敏感的位置 那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这一轮当中啊 美国当然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 今年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呢 从4068点 现在跌到最低呢 2188 它的跌幅啊 已经达到46%了 这样一个巨幅的下跌当中啊 大家可以看到 相关的半导体 相关的供应链里面 第一个呢 刚刚讲到了 NVIDIA的股价呢 大跌67% AMD呢 从164.48 现在跌到58.02 它的跌幅啊 也超过65% 这个都是一个经过漫长而猛烈的下跌 台湾的台积电呢 为什么跌这么惨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台积电的现行呢 从688 现在跌破400 那大家可以看到 台积电过去这段时间 在台股它的跌幅 大概39.6%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在美国的AD 从145 现在一口气呢 跌到最低呢 62.6 它的跌幅已经达到 56.9% 那这看起来 台积电的AD 跌幅非常的惨重 这个惨重啊 台湾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讲 两只大象打架 台湾千万不要选边站 但是呢 你没有选边站呢 看起来 已经到不可能的地步了 当美国开始 对整个半导力产业 它祭出一个 兼必轻野的动作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台积电的 现在外资啊 今年已经卖超过90万张了 在11号呢 它卖了44,694张 更加猛烈 过去台湾的IC设计产业啊 大致上很大的市场 都是连结在中国 我们大概先来看到 台湾的IC设计的整个产值呢 去年一年啊 是一兆2684亿台币 这当中啊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在这么大的IC设计的 所创造的营收当中啊 在中国营收比重占八成 有六家 而在中国有50%到80%的企业呢 有九家 在50%以上呢 还有十几家 我们也统计 从这个中华政经所统计当中啊 营收超过50亿的IC设计公司啊 在中国营收比重大概占53%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如果中国的市场受到影响 过去把产品卖到中国的相关的 IC设计的业者 他一定会首当其冲 所以我们来看11号 很多公司啊 股价一开盘就跌停板 第一个是跟台积电分支出来的子公司呢 创意 这个一开盘就跌停 没有起来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跟中国连结比较高的 市新也是开盘之后就跌停板 这当中也包括 翔硕 这是大家特别要注意的 这种快速运算晶片 包括台湾最有竞争力三家公司 一个翔硕 另外一个是普瑞 另外一家是市新 那我们以普瑞来看 普瑞的股价从2240 一口气掉到574 他的跌幅都超过70% 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现在直接限制高速运算晶片 不得卖到中国 对台商来讲 过去大陆市场 大家有一些灰色地带 大家可以用依回曲折的方式 进到中国 但是未来看起来 你必须要兼臂亲眼 美国制裁中国的力道加重 这个加重的情况 看起来是跟实体战争 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 最近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电源管理IC的西利科 也是跌幅非常惨重 这样的惨重的跌势 大家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美国在这一轮当中 从生习引发的优历 再加上晶片战争 看起来在这个地缘政治当中 现在是一个在升高的态势 这个升高态势 现在已经跟实体战争 没什么两样了 今年当中大家要特别注意了 俄乌战争现在看起来 到一个后段的阶段了 那最近大家看到 包括在克里米亚岛的 克四大桥被封炸 也包括北溪二号的管线 被炸 大致上都告诉大家 整个俄乌战战 进入到最后的下半场 这个最后的尾声 到底怎么收尾 现在看起来 普丁在最后的困兽之斗 能不能突围 如果俄乌战争开始明朗化之后 我相信美国会有更大力道 来看中国未来的演变 如果在台海情势紧张 没有降温的情况之下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看起来会步步升高 这个也是现在我们的观察 在俄乌战局之后 下一个美中的争霸战 美中的角力 我们要看台湾两岸关系 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如果两岸剑拔弩张 台湾的备战 或台湾的产力所受到的冲击 我相信会更大 在这一次的地缘政治当中 特别提醒大家 半导体会是在地缘政治当中的杀戮战场 台湾过去我们很多产业 跟中国连结非常的深 在双方兼臂轻野的情况之下 台湾的半导体股跟半导体产业 这一次会受到冲击也会最大 但是我相信在经过这个调整之后 从地缘政治到杀戮的战场之后 台湾也会开始理出一个头绪 这个时候我相信 从晶片战争到供应链的移转 会在台湾未来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 那供应链的移转下礼拜有机会再跟大家 相细来深入探讨 感谢大家的观赏 今天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 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